这是第一只可能是母熊 这是那个大宗熊 现在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这个熊是好媳妇 我已经观察了六个 这个是一只 或者是一只母熊 或者是一只小熊 被扒皮了 扒了一半 然后被棱子 我看这个场面 大家看这个场面 这个是一个控场地 基本上没有长草 熊在这铺子特别厉害 特别造罪 这个树是熊咬的 熊在痛苦之中咬的树 这个是熊脑的树 又长脑的顶 就是这个铺子 铺子整个这个场地 铺子到这儿 最后这个熊倒闭在这里 这一家熊在这 在这拼此挣扎 好媳妇一家惨遭灭闷 幸好还有上一窝的熊在 没在这 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但愿她活着吧 好媳妇一家被炸死后不久 胡东霖生了一场大病 整整三年的时间 胡东霖都在和病魔斗争 满无凌乱的书籍 笔稿彰显了她的作家身份 作为一位生态作家 胡东霖的家里 自然多了一些独特的东西 这个野猪夏河谷 是我写那个 当年写产品小说野猪王的时候 山里一个朋友给我的 他被那个钢丝套套住了 他拼命的挣扎的时候 把他的骨头全都 一直抹到里边这个 疗牙的骨头上了 然后骨头周围也发炎了 这个野猪后来 挣脱了这张丝套之后 活到了15岁 我每次写一个动物的时候 前面都放一个 跟这个动物有关的 那个东西 你比如说 这个熊头骨的标本 有一个更悲惨的故事 07年的时候 他在找冬天冬眠的仓 这个时候有个道理分子 就连开了三枪 就是那个三分钟之内 就把一家三口都给杀死了 他们做成标本之后吧 做得太粗略 卖不出去 就是那个 后来把这个标本就送给我了 我正好写冬眠书的时候 正好就把它摆在我的桌子前边 就给我提气 每天晚饭后 是胡冬眠创作的黄金时期 他正在写一部名为 《熊冬眠树》的长篇小说 里面讲述的 正是好媳妇的故事 昏黄的灯光下 写字台上 那颗熊头鲜的分外灵异 胡冬眠会停下笔 久久的凝视着 那双已经失去了 生命光泽的眼镜 仿佛在和死去的灵魂对话 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提气吧 此时此刻 好媳妇的故事 带着大山生活里的记忆扑面而来 胡冬眠几乎无法按捺 奔向长白山的冲动 这一夜 他失眠了 第二天 思念长白山的胡冬林 终于回到了他 阔边已久的灵间小屋 这里虽然简陋 却是胡冬林 最爱的创作基地 他在这里写出了 许许多多 惊心动魄的故事 再次回到这里 但胡冬林异常兴奋 一安顿好 胡冬林就迫不及待地上山 寻找熊的踪迹 上山对胡冬林来说 就是家常便饭 这片山林不仅是野生动物们的家 也是胡冬林的家 尽管现在的胡冬林 因为经历了一场大病后 推脚 不再像从前那般灵活 但是这片山林里的每一棵树木 每一块石头 它都烂熟于心 这个是洞磨 前面叫亚丝 哇 哎呀 太漂亮了 皮者认格局 就是那个腐蚀捣墓的墓 这磨摘了不 快到手机台上吧 看一下 放出一圈 山里不经意遇见的美景 或者是生灵 总会让它丝如泉涌 任何一个树桩或者草窝 都可能成为它的写字台 休息的时候 胡冬林情不自禁地 讲起了好媳妇 这个名字的来历 就是2005年的时候 我在长达山采访一个老猎手 说在一个山沟里头 有九个熊 跑过去了 当时时间是九月初 我一下反映到 是熊的发青剂的尾声 这九个熊里边 肯定是打头的是个母熊 在拉链的八头公熊 公熊找母熊 不像咱们人类 找黄花大姑娘 她愿意找那个 成功养育过后代的母熊 那如果这个母熊在前面跑 后边有八个公熊跟着 这说明在那八个公熊的眼睛里 这个母熊是好媳妇啊 后来就给这个母熊起了个名字 好媳妇 熊世界那个神秘的大门 是好媳妇替我拉开的 从此胡东林对好媳妇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把家搬到了山林里 一待就是六年 她几乎每日都上山寻找好媳妇的踪迹 尽管胡东林对好媳妇的事情了如指掌 但是一直与她失之交臂 直到2009年6月底的一个清晨 我走在那个水渠的那个坝上 一点声音也没有 走走走走 我就听着咕咚一声 就一个200多斤的物体砸在地上的声音 然后那个巷水月子就一阵晃动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 那个距离我20多米的地方是个熊 是好媳妇在我面前 伯利克就把那个随身带的那个防暴催着陪设计 拿出来放在身边为了护身嘛 然后就把掌声机长交杀手去寻找好媳妇 因为我要拍一张好媳妇的照片 但是吧我根本看不见她 这样我实在没办法了 着急我也 我就吹了一声口哨 但是正是胡东林这个轻率的举动 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熊有警告你的方式三种 分初级二级一级 这个初级熊拍树 用那个熊掌拍树 拍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来了我在这儿呢 你走吧 它是这个给你一个声音的知会 第二种是大响饼 翻译成人的语言就是 我烦着你 你赶紧滚 你不走我就笑你了 第三种就是 上牙磕下牙 咔咔咔咔 磕出声音来 这么磕牙 然后在两边 塞帮的两边 躺成那个白色的泡沫 就唾液 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就熊要大打一场 它给我的信号是第二种 我盯了起来自己的东西 转身 悄悄的就走 深秋的大山 白天过得总是特别快 一整天 胡东霖没有发现任何熊的珠子马迹 这让他的心有些失落 回到驻地 胡东霖开始翻阅森林笔记 这是他六年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 里面记录着这片大森林里的点点滴滴 被炸了几只熊的尸体 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当年为了协助公安部门破案 对电脑网络一无所知的他 竟然学会了利用微博寻求线索 微博很快受到了各方关注 为此案的破获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胡东霖也因此上了盗猎分子悬赏报复的黑名单 回想起盗猎分子的残酷手段 找到好媳妇遗孤的念头 在胡东霖的心里变得愈发急切了 他决定明天去丛林深处再找一找 好